在天安门广场与长安街沿线邂逅花坛 是无数人国庆游的打开方式 9月25日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亮相天安门广场中心 十组立体花坛 半辆长安街沿线 自1984年起 每年国庆均以花坛装扮天安门广场 据天安门花坛总设计师蓝海浪介绍 今年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 顶高18米 以喜庆的蔬果花篮为主景 篮内除传统的牡丹花 月季花等花卉外 首次选用葫芦 南瓜 辣椒等蔬果 象征福祿吉祥 喜庆丰收 红红火火 寓意蔬果飘香 繁花似锦 今年我们这个中心大洼团 以喜庆的蔬果栏为鼠景 以那个蔬果飘香 繁花似锦作为一个主题 我们首次融入了辣椒 葫芦 还有南瓜 南瓜它象征着喜庆丰收 辣椒是红红火火 同时那葫芦 葫芦啊 它意义也是非常美好的 它意义的福气满满 也把这个巧妙的把三种蔬菜 跟其他水果花味融合在一起 这也是我们今年大花栏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吧 蓝海浪还介绍 天安门中心的大花栏尽管看上去年年不同 但底部栏身都会循环使用 除此之外 其中布置的植物也会选择一些节水耐旱的品种 由此传递绿色发展的理念 在花栏的设计中 我们一直坚持着绿色发展的理念 就不如我们在天安门广场 大花栏这个栏身 一直在重复利用 把上面的花做一个改变 包括底花栏的图案也进行一个变化 同时我们在花栏里边 除了利用一些新优品种外 我们也选择了一些比较节水耐旱的花卫食物 同时这些食物可以重复利用的 体现了一个节约环保的理念 除了位于天安门的巨型花栏 长安街沿线设置的十组立体花坛也格外亮眼 蓝海浪表示 除了采用以往的荷花 鲤鱼等传统元素外 这些花坛还融入了诸如嫦娥六号 乾隆三号等科技符号 让花坛更年轻 更有活力 传承与撞金在今年花坛得到很好的表现 就不如先颠下石油耳油 后颠下石热热的夜阳楼 重视层层的长城 夜中蛇柜的桂花树 还有赛龙收 还有荷花铝 五谷丰登等等传统的元素 巧妙的应用 嫦娥六号的潮路系 轨道系和航电源 势能机器人 脑机接口技术 还有深海淡险的显龙三号 等等科技符号的加入 把花坛 创办得更加有活力 双芯 让花坛更加年轻 更有广度 传承让花坛更有内涵 更有深度 据统计 今年国庆期间 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 布置主题花坛六十余组 地栽花卉十八万余平方米 花香两万余个 使用花卉两千一百余万盆 董 insbesondere кая华卉 弥抹 煦 感谢观看